大家好,我是Den 之前以PagChun的前女友而有名的 韩国南辫女友创始人的外孙女黄哈娜 因涉嫌违反药品管理法 也就是西纳格 而正在接受警方的调查 不过比起她的西纳格 现在还有一件更让网友们惊悚的事情 前几天 NBC电台独家公开了 黄哈娜,黄哈娜男友,男友的朋友 三个人的很多通话录音 这些录音都是2020年8月以后的录音 而在录音里 黄哈娜说了很多毒品的名字 以及三个人一起做那些事情时候的经验 我们在水源做的时候 那个品质真的是很好 品质超好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那是北韩山 是2015年注射的那个 最后一次注射的那个 那个就是雪花 在你家弄的那个 还有他偷来的 那个真的超级好 疯了,真的 然后在其他录音里也能得知 黄哈娜因为自己是在缓刑期间 又犯了同样的罪 所以最少会被判两年以上的刑恋 因此他就拜托男友要求他对警方说是 自己在睡觉的时候 男友偷偷地给他注射了药品 2020年9月 男友在警局就按照黄哈娜的要求 黄哈娜睡觉的时候偷偷地注射了药品 但是在2020年12月22号的通话录音里 黄哈娜的男友对另一位朋友说了 警方知道自己是出犯 而且连血管都不太会找 所以不相信自己偷偷地给黄哈娜注射了药品 而自己会去自首范供 说出所有事实 是黄哈娜自己在8月15号来弄的 自己现在正在去警察局 但是说要去范供 说出所有事实的男友 两天后 在自己的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然后在发现到的医书上写着 把黄哈娜拉进毒品的部分 真的很抱歉 说要去警察局自首 翻功说出事实的人 两天后自己结束生命 还向黄哈娜道歉 然后在前一个礼拜的12月17号 一起西纳卡的男友的朋友 也在自己的家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目前是病危状态 黄哈娜事件 唯一的两个证人都试图自首 一个走了 一个是病危状态 不过黄哈娜本人 却好像没有受到一点打击 在男朋友离世后的第三天 黄哈娜打电话给了男朋友的另外一位朋友 又很平常的声音问了 有没有看到男友的遗书内容 知不知道遗书写着什么 照理来说 自己的男友 不 可以说是老公突然发生了这种事情 应该会受到非常大的打击才对 就算没有受到打击 应该也不会知道有没有留下遗书什么的 但是在录音里 真的好像就已经知道了有遗书 一直问对方知不知道内容 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 真的是有点奇怪 然后因为在之前Pugetian事件的时候 黄哈娜也是对警方说了 自己本来要戒毒 但是因为Pugetian的要求 持续地做了那些事情 自己在睡觉的时候 Pugetian也会偷偷地给他注射药品 因为跟现在的这个事件情况非常相似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们留言 哇 就好像是恐怖悬崖电影一样 好可怕的女人 Pugetian活着真的跟奇迹一样 Pugetian是名人 所以不敢随便动手吧 其他两个人的话真的很可疑 之前不也是为了推给Pugetian 说要结婚什么的 真的是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垃圾 当然只是看媒体报道 目前是不能确定两个人的事故 就一定跟黄哈娜有关系 但是就是因为时机太强 所以网友们才会这么质疑 对于黄哈娜的事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网友们绝对不会相信的争议 有位网友在论坛发文问其他网友们 有没有那种就算媒体报道了 大家也不会相信的争议 比如说 也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回复 独家报道 恶毒美剧生其实不是秦兄妹 抱歉一直都在隐瞒 伊苏曼将以第24位成员加入NCT 请多多关照 SNV的伊苏曼 Bit Hit 帮西尔 厉害出 远诺没有诚意的态度 引发争议 独家报道 卡迪比与恰恩诺交往三年中 Tomorrow by Together 这次主打歌的歌名是一个字 跟英文歌名不一样 Tomorrow by Together的 韩文歌名都非常长 Crowne 这网友们都好有创意 所以华语圈的大家 有没有绝对不会相信的争议呢 好的 今天的 estuv在废话里有印度 波仔 흑 布 去 去 去 懒 为什么 Ao 我 睽 今天 我 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